张义机场第一和第三搭客大厦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并从下个月的1号起重新对公众开放 新加坡民航局和张义机场集团发文告说 采取额外安全措施是为了保护到机场的乘客 机场员工和公众 额外安全措施包括抵径大厅只允许抵径旅客和专业接待服务人员使用 以减少旅客同本地人接触 同时第三搭客大厦的部分抵径大厅 已经改为职员休息区 那里的餐饮和零售店暂时不开放给公众进入 在第三搭客大厦地下第二层的Cop Dam时隔壁 也设立了一个机场职员专用餐饮区 以减少职员同公众的接触 另外搭客大厦的冷气和通风系统已经进一步改进 以预防变种毒株传播